首先,第一个请各位到云端上面 我是把另外一个范例档 因为这个档案的话是之前 在某一家受险公司上课的时候 他们里面的员工问的问题 因为他每天做的事情 他想说,他就提出来问问看 有没有办法解决 那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你到我们的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里面找那个文字与资料 然后往下找 大概在倒数第四个 这边有一题叫做计算资料数量 那他每天的工作呢 实际上就是要计算什么 计算那个,就是他的那个A栏里面 到底有几个他要的资料 所以请各位把这打开 计算资料数量这一题 那首先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题当然现在在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先做一件事情 把它从那个Google的 试算表下载成Excel的试算表 所以你可能要先打开它 然后找到档案里面的下载 把它下载成Excel 因为他如果在Google上面的话 就不是用VBA来撰写程式了 那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件事 还是要把它下载到Excel OK所以你如果把它点击这个下载之后的话 下方就会多一个这个 这个我刚已经下载过了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题的实际上需求 其实后来我发现 他的需求非常简单 他每天做的事情都一直重复 做什么事情呢 他就我就说不然你干脆拿一个范例给我 然后我帮你解答好了OK 然后你就以后就照着做 他说哇自从有这个程式之后 他就方便许多了 不然他每天多少 他的工作我觉得蛮容易理解的 他只是希望怎么样 这边有合计 这个合计是什么 就是这边有几个资料 所以这个金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好像有牵涉到 他们的一些 就是一些资料的问题 所以就把中间加个叉叉 比如说这个就一笔 所以这边就合计1 他每天就这个1 那这个有几个呢 就是中间有几个顿号 他就是总共的顿号加1就对了 比如说这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 七八九十个 合计就10 然后12345他就5 所以他每天做的事 你又一直在算这个几个 我说你这事情你应该要用程式来解决就好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帮我计算什么 所以你就要去思考说 那问题这个要怎么解决 比较快 那这个当然还是 其实主要还是利用什么 找什么呢 找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找这个东西 顿号 用什么一直找 找到没有为止 所以刚才有没有用到 用他去找什么 找这个东西 所以跟刚才有点像 In3 这个东西 然后呢 把这个里面找到 一直找到没有为止 找到没有为止就跳离 对不对 然后呢 把这边找到的数量全部加起来之后 那比如说这边总共有 有找到应该是找到九个啦 九个顿号 所以把九个顿号 把它九加一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把十这个数字放在这边来 然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所以这个地方程式该如何撰写 请各位试试看吧 OK 如果你可以拿刚刚的程式来修改 改了出来的话 如果等一下可以自己写出来的话 告诉我一下 我可以帮你加个分吧 OK 表示你真的能够活学活用 跟各位讲 这个是实际上那个受险 某受险公司的 这个内部的 他们每天员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一定会想啦 很多不管金融业好了 各行各业都一样 以后这些资料 如果你说真的不用程式来写 你就只能突发硬钢 突发硬钢 如果这里面有几百万笔资料的话 你拿做的完 但如果你几百万笔 如果你程式写完 反正跑个回圈 他全部就完 就全部都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相对的 效率差多少 我还问他说 你每天是不是都在做这个事情 对 他说每天 他找 每天就会 主管就会丢一些 这相关的资料给他 他每天就要做 我说 那你要做多久 他说做一个早上 说如果你把程式写完 那你一个早上的时间 不是就省下来了 那你一个早上就没事了吗 对 他想一想也对 所以他后来学了这个东西 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老板给他交代的事情 哇 突然变简单了 他反正呢 因为他工作内容就这些嘛 数物嘛 反正就是处理这些东西 做完他就没事了嘛 所以他后来发现 哇 他跟我讲说 老师自从学了你这个东西之后的话 他的时间突然变多了 他的工作变得很悠哉 每天还可以跟同事聊天 然后事情还可以准时的交线 而且老板都对他大家赞赏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附加价值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学好 你学好之后真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工作内容 就突然变轻松了 你时间就变多了 你就不用说像很多人 每天都用用力量在做 其实我就觉得很多人并不是在偷懒 是因为他真的不懂得用对的方法在做事情 所以事情永远做不完 像这么多资 而且什么叫大数据 我一直强调 就是不能用人工来处理的资料量 就是大数据 那人工不能处理的资料量有多少 其实我觉得超过百千笔 百笔千笔这些就已经算多了 你一整天能够处理百笔 一千笔 那可是问题你城市跑完之后 哪怕是几千万笔 他都可以在瞬间全部完成 那才有办法马上得到一个结果 所以像现在异调 为什么可以这么迅速 其实背后很多人都要懂的 所谓的大数据分析 不然的话怎么知道 那些人乱跑跑去哪里 还可以这么多 像外国人现在最好奇说 为什么那些要居家隔离 为什么他们都不能乱跑 而且更妙的是 好像有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人 他只是出去五分钟 去买个优酪乳 还没到家在门口 警察就在他门口等他了 你为什么乱跑 他都吓死了 而且他为了买这个优酪乳 他的罚款三十万 一瓶优酪乳 三十万 他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外国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这么厉害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 就是说你要用对方法 真的你才有办法去防堵一些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他说他为了这五分钟 你可能被 他因为他有 可能他本身有染疫的 他出去这五分钟 可能就 就传给多少人了 对 可能连那个便利商店的员工 只是打个工而已就中了 那不是很倒霉吗 对不对 而且我发现 我每次去便利商店 我都替有一些 他们店员感到恐慌 他们甚至有些人都不戴口罩的 有没有 他站在那里 你看人来往多少人 对不对 他没有戴口罩 他简直就吓死人了 OK 所以这个当然要用对方法 很多事情其实就变比较简单了 这一次我觉得我们的团队里面背后 除了有那个医疗方面的专业之外 还有资讯相关专业的人非常多 而且这些人都非常积极 而且因为他们不是业务人员 业务人员是你做越多 你的业绩越多 他们是公务员 公务人员是什么 你做再多你还是领那些薪水 不会因为说你做了多的事情 就领多的薪水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背后有一些佛心 OK 他也是无私的奉献 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社会 其实目前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并不是为了功利在做事情 不是为了钱在做事情 这一点很重要 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工作并不是说只是为了钱 有时候背后呢 还有一些动机是因为你只是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当然没有那么伟大说要改变世界 不过其实如果说你做一点事情 你又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赏 然后又可以赚到你可以过日子的这个酬劳 那我觉得何乐而不为 对我现在慢慢好像大家都有那种共识 就是不是只是为了钱在那边 在做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把这个题目先下载下来 然后想想看怎么做 再讲一下重点 在云端白板里面 倒数第四个 然后请各位就是自行把它做下载 然后想想看呢 这个地方该怎么利用程式来解决 当然你可以想想说 老师那这里面有没有办法用那个函数来解决 跟各位讲 函数应该是不可能 因为内建的函数 他没有办法说帮你一直 如果你用fine函数 有没有 你只能fine一次啊 那你要做什么 可以一直fine很多次 所以fine函数可能也办不到 那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用VBA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那要怎么做 我希望呢 算完之后自动帮我把合计写在这后面 旁边就是加两个按钮 一个就是什么 有点像这个地方 你们也许暂时先不要看答案 答案其实这个我直接写的 商品比数按下去 自动全部完成 清除就全部清空 类似长这样子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